近期巴基斯坦那边就公开了殲35的性能数据 未来他们认为将成为自己的第一种隐形舞台机 八方那边还有分析认为 殲35将超越F35成为全球最强的中型舞台机 大家好 欢迎来到张宾论评 咱们首先得说一下 很多朋友一说到这个殲35的时候 总是对它的型号觉得有点乱 因为它既叫这个FC-31又叫这个殲35 这讨替是怎么一回事呢 其实啊 这就是它的出口和自用的区别 FC-31啊 这个飞机一开始呢 是咱们中航沈飞它自己的搞的一个项目 它不是我们军方的项目 更不是我们的国家级项目了 所以呢 它的企业就给了一个F-31的这个企业型号 FC-31的意思呢 就是中国战斗机31型 那肖龙当年不还叫这个FCE呢嘛 至于说这个企业自己立下的飞机将来是否会被我们军方采购装备呢 那是军方要多方面考虑之后再决定的 像FCE也就是肖龙 我们军方就没有去采购装备它 如果说我们的海军或者说咱们的空军真的要装备的话 那会给它一个研制或者是装备型号 那就是尖多少尖多少了 后来我们又发现啊 在是飞的某架飞机上 它这个出现了一个35的字样 所以呢 大家就认为了 咱们这个字用型号就应该是尖35了 不过到底是不是尖35 这个事儿呢还没有证实 咱们暂且就叫它是尖35吧 当然了 即便是军方的型号 这研制后呢 它也有不生产 也有不装备的 你比如说咱们早年搞的尖9啊 尖12啊 都是这么一个情况 这个咱们还要说一点啊 巴基斯坦方面呢 说想引进沈飞生产的这个尖35 实际上啊 如果说这个FC31将来 真的就是它的正式身份啊 户口本上那个就是尖35的话 它要是批量投产的话呀 还真不一定在沈飞呢 五代机呢 必然会在将来 逐渐在世界范围内替代上一代的战机 那么巴基斯坦的官方多次提及他们将采购咱们的尖35 这是他们的未来的一种客观需求 而现在呢 就高调的在放这个风 一呢 是他们要来造一下事 压制一下印度那边 二呢 它也是表达了和我们未来合作的一种信心 甚至呢 还有那么一点要催货的意思 巴基斯坦那边公布的数据啊 你要仔细看看 实际上它是来源于我们在航展上公开的FC31的数据 甚至呢 还有巴基斯坦他们自己的一些猜测和推测的一些成分 至于他们网上说的各种分析 比如说他认为将全面的超越F35 这个也只是他们的一种说法和推测 不过咱话又说回来了啊 如果殲35最终定型之后 其性能相对于FC31将会有大幅度的提升 也就是说巴基斯坦现在拿出这些数据啊 可能它是落后了一些 首先吧 咱们就说这个动力方面 咱们最早这个FC31样机啊 当时就是咱们在珠海航展上去参展的样机啊 还是俄罗斯的RG93发动机 就是咱们骁龙用的那个发动机嘛 据推测呢 那么在研制殲35的时候 已经换装了咱们国产的涡扇13E 其实呢 这个涡扇13E啊 它也是一个过渡 预计未来啊 殲35如果进行批量生产的话 将会使用更强的涡扇19系列 涡扇19呢 是一种先进的四代中推 目前呢 也只有美英中拥有这种超强推力的四代中推 预计呢 它的最大推力可以达到12吨 那么殲35一架飞机用两个发动机总推力可以达到24吨 然后燃油消耗率呢 它也会大幅度降低 最大的航程和作战半径也将得到提升 而且呢 这两个发动机啊 可以让这个殲35啊 这个拥有了超音速巡航的能力 而这一点 美国现在这个F35还是不行的 那么我们再看其他的方面了哈 咱们的雷达 航电和电子设备 信息化以及人工智能技术呢 已经达到了世界的先进水平 有些呢 还处于世界领先的地位 所以是可以使用的各种空战和对地攻击的武器 也是相当的丰富 所以在这些方面呢 是完全有可能超越F35的 不过话得说回来啊 衡量一个飞机型号的先进程度 它也并非只是这么一些数据 你还要看一些综合的情况 你比如说吧 就咱们这涡扇19的发动机啊 尽管我们研制出来了 但是在推力 在寿命和可靠性上 是否就能超过F35现在所用的 这个普惠的F135PW100 400和600这三个型号呢 这个啊 咱们还需要进一步的观察 团队员 特梁